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我 易奕 我们一家三口 曾经那么幸福 快乐 为什么要否定这一切呢 但是现在真相解开了 就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这些年 易奕的心里 背负了多重的煎熬 还有我的女儿 四季她到底有什么错 就是你的一个决定 让她失去了亲生的父亲 甚至于拆散了 拆散了她跟易奕的感情 你这样说 对我不公平 就算没有我 你也不一定会想起四季他们母女啊 至少我给了十亿的你 一个家庭 一个身份 你这样对我不公平 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完了 是的 是的 老天对每个人都不公平 但也都是公平的 给了每个人选择的权利 不觉 趁着还能选择的时候 给自己 给你爱的人 留一个喘息的机会吧 如果你没有想起过去 是不是现在我们还在一起 好好地生活着呢 将错就错的生活 并无幸福可言 就算我 没有想起过去 你也不是真正的快乐 杜鹃 你生活在这种 摇摇欲坠的幸福中 并不是真正的幸福 把过去放下吧 你我的未来 鸽子的路 还要继续下去 我真的希望未来 你能找到真正 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我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请进 这里呢 放几张办公桌 可以当做办公室 这里 我想到茶水间 这里陈列挤养我们的商品 也可以当做一个小的会客室 这里呢 布置一下 就可以当做你的房间 这样就不用再去麻烦小冬了 你这一会儿客厅 一会儿房间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重振福康食品 这里就是我们的起点 重振福康食品 福康食品这块招牌 是爷爷辛辛苦苦建立的 要是他知道 现在变成这样了 一定会很难过 原来你之前说的 是认真的 四季 你是爷爷的亲孙女 重振福康食品 你责无旁贷 可是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 当然了 你可是童四季啊 以你的干劲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 一定可以做到的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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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去吧 爸 您看 爸 四季跟康生来了 爷爷 我是四季啊 童四季 您还认得我吗 认得 爷爷当然认得你了 你是他判了三十多年的孙女啊 爷爷 年药尽快好起来 我们还有很多话都没有说呢 梁文 把福康食品给夺走了 幸亏你们回来了 爸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康生还活着 还有四季 姐 你要坚强起来 你的身边还有王呢 嗯 爷爷 您放心吧 我和向阳已经准备成立新福康了 您跟我说过的话 福康的故事 福康的精神 我们都会一一传承下去的 好 所以 您一定要尽快好起来 爸 身外之物失去了 算不了什么 您看 只剩我们一家人 姐 四季 还有您 现在团聚了 她 他 一块儿 一会儿我先回一趟公司 然后再去一趟医院 你 一个人 是 妈 我想 我想把她寄回家里来住 毕竟她是我的亲生爸爸 她剩下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无论如何 我不能再让她 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去吧 不用再顾忌我了 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谢谢妈 谢什么呀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小秋 还好有你 要不然呢 我肯定搬不了家 没事的 平时你在医院这么帮我 我今天来帮你也是应该的 不用谢我 一会儿我帮你转完电视 我就先走了 别啊 我们点点外卖 再买点啤酒 就当庆祝我搬家呗 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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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这就我给你自己买了盒饭吃啊 我以为您会在饺子馆 吃完了才回来呢 小秋呢 怎么还没回来啊 小秋今天陪同事搬家 不回来吃了 怎么又没饭吃啊 我姐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要煮面条你吃吗 一起煮了 每天都吃面条 现在知道我姐不回来 有多痛苦了吧 我不吃 你爱吃不吃 童小春 你一天到晚在家闲着 怎么就不知道 给大家做点饭吃呢 说我小春哥 还不如找我大姐呢 我什么时候 不让你找你姐了 那你也没说 让我们去找啊 我们哪敢啊 你笑什么笑啊 笑 都是跟你学的 有样学样 平时看你闷不吭声的 原来青出于蓝胜于蓝 我会会姐才厉害呢 她惹得奶奶又气又笑 哪像我们呀 竟惹奶奶生气 对不起 老板 那还不看到 你怎么知道 她欠缓那么了 我老板 你怎么回事 了吧 我来 我可以分达得更好 然后再说 谁啊 小春 你到底写了什么呀 灰灰 我已经要去参加公益大赛了 照片里拍的就是我这次要去参赛的作品 叫《为爱启航》 《为爱启航》 傻瓜 小春 加油 我知道你一定行的 虽然我不能陪着你 但是我会一直默默地为你加油的 在我心里你是最棒的 你一定会拿到冠军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 还有和家人团聚的时候 我妈已经同意您回来了 杜鹃她 我这辈子欠她的太多了 明天就有护理来照顾您了 您有什么需求就跟她提出来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公司了 易奕 不要记恨 杜鹃瞒着你好吗 当年 都是因为我闺蜜心巧 为了外面的女人 抛弃了你的妈妈 她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知道她是害怕 才找了另外一个人来代替我 她也不想 让你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 我和你的妈妈 还有程康生 我们三个人的命运 太坎坷了 您的忏悔应该留给我妈妈 毕竟您对不起的人是她 我也没有办法替她去原谅您 至于爸爸妈妈 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我不会恨你们 可是不管怎么说 当年我抛弃了你们母子 你真的能原谅我吗 其实您当初 并不知道有我的存在 怎么能说是您抛弃了我呢 这虽然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可是毕竟我身边 有爱我的父母 佩州 所以您并没有什么 对不起我的地方 反倒是我 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对您做出了那么多错事 是我欠您一个道歉 不 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早就做好了 你这辈子 都不原谅我的心理准备 可是我没有想到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知道吗 当我知道有你的时候 我就一直盼着 你能教我一声爸爸 我知道 我的行为不值得你这样做 你别胡思乱想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你要好好养病 明天我会找一个最好的护理 来照顾您的 你这话儿子还肯认你 值得了 干杯 你 小秋 昨天看到你姐来找你 还带着行李 怎么了 也没什么事 你这人啊就是这样 有什么事都憋在心里 不怕憋出病啊 你看看我 人家都说我叶苗苗是个直肠子 可是我这样健康 不容易生病 你是不是很担心手术的事啊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墨姐姐 为了我们这个家 为了我们这几个兄弟姐妹 她真的牺牲了很多 为了让我继续念医学院 她很早就出去打工挣钱 好不容易熬到我实习了 却因为我的耳朵 其实我真的很害怕手术失败 因为这样不仅浪费一大笔钱 还会让大家都很难过 但手术成功的机会 还是很大的呀 不然刘主任啊 他也不会这么积极地 劝你做手术了呀 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 耳窝就这么小 必须要用显微镜才能开刀 如果在手术过程中 有一毫米的偏着 就会可能伤到神经 搞不好会整个失聪 会有这么严重啊 其实 我也查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并不是没有治愈的可能 可是对我家人来说 他们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了 我真的不想让他们失望 对不起啊 是我多事了 我原本想去找你解释在帮你 没想到给你制造了这么多麻烦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啊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可是做不做手术 决定全在我对吗 那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你只要想着 手术是一定会成功的 不是都说一年很重要吗 你要是整天想着会失败 会失败会失败 那就真的会失败了 你放心 我也会给你加油的 肯定没问题 来 你一定会失败 否就会失败 你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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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真的不多待两天 你才来就这么急着走 是啊 公司那边 不是家具什么的 都还没弄好吗 搬过去有地方住吗 你们就别担心我了 新福康刚刚启动 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再说了 我有张床就能睡了 你们不是 舍不得我睡在沙发上吗 所以才让大姐睡房里 我睡沙发嘛 跟你们开玩笑的 真的 大姐 我是真的担心你 这突然间 要成立一家公司 压力也太大了 我的妹妹小冬长大了 知道关心姐姐了 其实呢 我也是想了很久 才决定试试看的 也许这就是上天 对我的考验的 先不管我是不是 程家的孙女 福康对我有知遇之恩 现在他们出事了 我当然要帮忙了 但是大姐 这个责任太重大了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要是公司做不起来 那你以后生活 会不会负担更大呀 我长这么大 遇到了多少 走投无路的绝境 不也挺过来了吗 天道酬勤 我相信 只要够努力够认真 一定会走出 自己的一条路来 再说了 要不是有向阳在 我也不敢起这个头啊 既然大姐这么说了 我们也就不好反对了 其实 我真的赔负大姐的勇气 完成是我 绝对不敢这样 这就是我大姐啊 我不是说过 小时候我们一家人 流浪在外 都是大姐一个人 照顾我们的 要不是大姐 我们这些弟弟妹妹 早就饿死街头了 现在还翻这些 老黄历干什么呀 你们一个个的 都能够过得好 这才是我最大的安慰 可是姐 我们也担心你啊 你遇到了困难 又不肯说 你知道我们有多心疼 多无力吗 小冬 大姐 这次换我们保护你吧 不管你是需要帮忙 还是遇到困难 就马上回家来 我才不管你是姓程 还是姓童 你永远都是我的大姐 小冬 姐答应你 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大姐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我永远是不肯说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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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点的饺子啊 自己过来拿一下 我等了很久了 把这盘也拿走啊 我只点了两盘啊 你怎么魂不守舍啊 望东望西的 是不是找到第二春了 胡说什么呢 小心我回去告诉你老婆 真是的 小秋 这孩子 小秋 奶奶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昨天一晚上没回来 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 昨天晚上帮同事搬家 晚了就睡在同事家了 你说你不回来 也不跟我说一声 这谁点的小菜啊 谁点的自己过来拿吧 谁点的自己过来拿吧 没人点 没人点 真是的 没事奶奶 我来吧 奶奶 您是不是累了呀 还是回去休息吧 可不是嘛 从早忙到现在 你说那个小春啊 一大早就没人影了 天天抱着那个烂瓶子 他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吗 奶奶 姐现在住在小冬家呢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姓程的孙女跟我没关系 奶奶 您心里那么关心姐 为什么嘴上要那么说呢 奶奶 您要是真敢姐走 您不心疼啊 那天姐来医院找我 她还问我您好不好 很担心您 行行行 别在我耳边唠叨 我忙着呢 没闲工夫听你说这些 谢谢啊 小夏 你最近好吗 没什么不好的 被义抛弃了之后 身体和心情都挺好的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 我们是一家人啊 这恐怕只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吧 小春他们心里怎么想的 我很清楚 小夏 为什么你总是扭曲我们的意思呢 我明白 就算是家人 也可能会吵架 你俩会不开心 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 你把我们当仇人看呢 难道你们没有把我当仇人吗 在他们眼中 我只是一个 抢了你男朋友的人 难道 不是吗 还是你和易奕订婚 另有目的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能感觉得出来 易奕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她突然跟我分手和你订婚 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 她现在到底对你有没有感情 我不清楚 我知道的是 我现在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跟杰森已经订婚了 我们马上就会结婚 结婚 小夕啊 你能不能不要拿自己的未来开玩笑 你和易奕 我只是想说 你对这个人了解吗 怎么会突然就结婚了 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 我跟杰森 在英国的时候交往过一段时间 本来已经分了 没想到兜兜转转又在一起 到最后我才发现 原来真正喜欢我的人还是他 我希望 你是经过深思熟虑 才做的决定 你放心好了 不为别的 就为我自己 我也会努力让自己很幸福的 哦 对了 小夏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和向阳准备重振福康食品 现在正缺人手 我希望你能来帮我 对不起 我没有时间 我要忙着筹备自己的婚礼 我没有时间 去顾及你和向阳的事业 其实呢 只是一些产品的包装设计 我记得你小时候很会画画的 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即便如此 我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 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你们的公司 现在和高升食品相比 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你要是还有些脑子的话 我劝你还是尽早收手 这样才会避免损失 我能劝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你可向阳好自为之 小夏 天哪 这是你一个人弄的吗 怎么样 还行吧 你太有效率了吧 和夏琳谈得怎么样了 她拒绝我了 是吗 看来她对我 还是有些埋怨的 有些心结呀 是需要时间和耐心 才能解开的 要不我再找时间和她谈谈 我来帮你们 你没事吧 你先坐下 我没事 都肿起来了 明明之前 我也曾经对这个男人 怦然心动 可是为什么 我却无法再爱上他呢 你还好吗 我没事 是我自己太笨了 我去买包冰块 敷一下就好了 如果爱情 能够重复使用就好了 我来 总经理 你来咖啡 沿用以前的口味肯定不行 这样会和高升食品有所冲突 我们一定要找到 新福康的特色 怎么样 好看吗 当然 我最美的心娘 第2位入围者是 29号 顾全 好 大家掌声恭喜他 第3位入围者是 7号 佟小春 第4位入围者是 23号 吴杰 恭喜他们四位入围者 可以参加我们的决赛 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他们 我通过初选了 小春 加油 我就知道啊 你啊 是最棒的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奶奶 我来吧 小心伤到手 四季 奶奶 这让我来吧 来 给我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吧 我记得我小时候数学没有那么难啊 这是我了解的程度了 你试一试 这不对啊 以前老师可不是这么教的 你不懂你不懂 肯定是这么算的 肯定不对 以前老师不是这么教的 叔叔 你毕业得早 还是我毕业得早 我毕业得早啊 你看 肯定是这个出于这个 哎呀 我要非常自豪地告诉大家 我们高升集团 前途一片光明 来 小心 对对对 好 有进步 来 坚持一下啊 来 我们再努力一下就好了 爸 爸 爸 我知道您很累很辛苦 但是 我们希望您能快点康复啊 爸 您要是不配合 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您知道吧 爸 为了我 为了怜心 为了您的孩子们 我们坚持复健好吗 听话 听话 爸 我们对您有信心 您一定会好起来的啊 来 来 来 爸 我好 慢点 右脚 来 爸 爸 你没事吧 爸没事 我去给您倒杯水啊 好 小秋 你放心 手术一定会很顺利的 我们在外面等你 好 小秋 加油 小哥哥 嗯 小秋啊 别怕 奶奶 我不怕 嗯 加油 嗯 谢谢向阳哥 加油 嗯 我会的 来 放松 别紧张 别紧张 退药 我会把你带来 你带来 我会把你带来 走 我会把你带来 奶奶 您不用往里看了 现在手术时间 都在前面屏幕上写着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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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没事吧 我没事的 没事的 没事的 幸亏四季姐反应快 要不然您摔倒了 就得跟小秋作伴了 说什么呢 乌鸦嘴 真是的 没事啊 来 来 来 快点 快点 小心 小心 医生呢 医生呢 奶奶 对不起 请让一让 你一定要挺住啊 要挺住 爸爸在这里 爸爸就在这里啊 挺住 我受不了了 我去买点水 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不知道手术顺不顺利 别担心 别担心 现在电子耳技术非常成熟 不会有事的 喂 什么 我马上过去 卉卉的妈妈 怎么样了 卉卉怎么来了 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说肿瘤压迫血管 早晨大量出血 已经在手术室了 喂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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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医生啊 我们家小秋怎么样了 能听见了吗 医生 手术顺利吗 我们能进去看他了吗 我们今天的手术啊 十分成功 现在在恢复室里 清醒以后呢 就会送到一般病房 你们等一会儿呢 就可以去看他了 好好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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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小秋没事了 小秋没事了 我就知道小秋 一定会顺顺利利的 奶奶 多亏了您 小秋才有机会 做这个手术 谢谢您 谢什么呀 只要我们小秋能好 抵押一张房产证 又算得了什么呢 奶奶 您这张房产证 等于给了小哥哥 进手术室的入场券 要不是您 他连恢复的机会都没有 好 童小春 你在那儿傻愣着干什么呀 没 没什么 来 我拿着 怎么了 愣着干什么 出什么事了 爱 爱 在阳光盛开的午后 回忆 悄悄有伤心痛 是否有爱的理由 是否该牵你的手 能不能去拥有 如果能邂选 如果能邂逅 如果能牵手 如果能牵手 让曾经所有 纷纷扰扰 落在身后 默默牵牵手 天长或地久 有太多的话 有太多的话 不用说出口 爱的勇气 勇尽着你我的温柔 把她 把她完成的 保留 如果能邂逅 如果能牵手 如果能牵手 让曾经所有 纷纷扰扰 躲在身后 默默牵着手 天长或地久 有太多的话 不许说出口 爱的勇气 勇尽着你我的温柔 把她完成的 保留